相吉 自语 下相人也 初启 年二十四 其继父梁 梁父及楚明将 相焉者也 家世楚将 风于相 故姓相氏 即少时 学书不成 去 学见又不成 去 梁怒之 即语 书足既姓名而已 见一人敌 不足学 学万人敌尔 于是梁齐齐义 乃教以兵法 即大喜 略知其意 又不肯敬 梁常有丽阳带 请姬御苑曹旧 书底丽阳御使司马新 已故事皆矣 梁常杀人 与即避仇吴忠 吴忠贤士大夫 接出梁下 梁有大摇义及桑 梁常主办 因以兵法不乐 宾克子弟 以知其能 秦始皇帝 东游会计 渡浙江 梁与即观 即语 彼可取而代也 梁眼齐口 曰 无妄言 足矣 梁以此其极 极长八尺二寸 立刚顶 才气过人 吴忠子弟皆淡即 秦二世元年 陈盛起 九月 会计甲首通 素贤梁 乃赵宇济世 梁月 方尽江西皆返秦 此一天王秦时也 先发至人 后发至于人 首探曰 文夫子处将士家 为足下尔 梁月 无有其事还储 王在则中 人莫知其处 独籍知之 梁乃戒籍 持见居外代 梁妇入 与首预约 请召集 使寿令 召还储 集入 梁顺集约 可行矣 集碎拔剑 击斩首 梁池手头 配其印寿 门下惊扰 集锁击杀数十百人 腹中皆折服 莫敢负起 梁乃照顾人所知豪力 欲以所为 遂举无中兵 使人收下限 得精兵八千人 不属豪杰为孝位 后司马 有一人不得官 自言 梁月 某时某丧 使功主某事 不能办 已故不认功 众乃皆福 梁为快机将 即为脾将 训下限 秦二年 广陵人邵平 为陈圣训广陵 卫下 闻陈圣拜走 秦将张罕且至 乃 乃渡达达达 乃渡达达达达 带梁为处上驻国 曰 江东已定 即隐兵 西机秦 梁乃以八千人 渡江而息 闻陈瑛已下东阳 时时玉语联合俱息 陈英者 故东阳令氏 居县素信 为长者 东阳少年 杀其令 相聚数千人 欲力长 无适用 乃请陈英 英谢不能 遂强力之 县中从之者 得二万人 欲力英为王 义军仓头特起 英母 为英语 自无为 乃家父 闻先故 未曾贵 谨报得大名 不祥 不如有所属 誓成 由得封侯 誓败亦亦亡 非是所指明也 应乃不敢为王 为其君立约 相士士士将家 有名于楚 今欲举大事 将非其人 不可 我以民族 王秦必以 其众从之 乃以其兵 属粮 两度回 英部蒲江君 亦以其兵 属烟 凡六七万人 君下批 事实 秦家以立景居 为楚王 君彭成东 欲以聚粮 粮 粮位均立约 陈王首事 战不立 未闻所在 今秦家 被陈王立景居 大逆无道 乃隐兵 及秦家 家君败走 追至胡陵 家还战 一日 家死 君降 景居走死梁地 梁以并 秦家君 君胡陵 将隐而息 张寒至立 梁始别将 朱姬时 于凡君与战 于凡君死 朱姬时败 往走胡陵 梁乃引兵入靴 朱朱姬时 两前十语 别共相成 相成坚守不下 一拔 皆坑制 还报梁 闻陈王定死 赵朱别将 惠靴济世 使佩公 亦从佩王 居朝人范增 年期时 素好奇迹 往税良曰 陈圣拜 故当 扶秦灭六国 处罪无罪 自怀王 入秦不返 楚人连之至今 故南宫称曰 楚虽三户 亡秦必处 今臣胜守势 不利楚后 其事不长 仅君起江东 楚风起之将 皆征负君者 以君世事处将 未能复利楚之后也 于是 梁乃求 楚怀王孙心 在民间 为人牧羊 立以为楚怀王 从民望也 陈英为上驻国 封武县 与怀王都须移 梁字号武信君 引兵攻康复 出 张寒既杀 齐王田丹于林姿 田甲父自立为齐王 丹帝荣走保东阿 张寒追为之 梁引兵救东阿 大破秦军东阿 田荣即引兵归 竹王甲 竹王走楚 向田脚王走赵 脚地建 顾将 居赵不敢归 田荣立丹子福为齐王 梁已破东阿夏军 碎追秦军 朔时时 促齐兵俱兵俱兵 荣语 出杀田甲 照杀田脚田剑 乃发兵 梁语 田甲与国之王 穷来归我 不忍杀 照亦不杀脚剑 已适于齐 齐岁不肯发兵住处 梁语 梁语与配宫 别宫阳城 图之 西破秦军 蒲阳东 秦兵收入蒲阳 配宫与 宫定陶 定陶未下 去 西略地至雍秋 大破秦军 斩礼游 还宫外皇 外皇未下 梁起东阿 必至定陶 再破秦军 于等又斩礼游 一清秦 又交涩 宋义建曰 战胜而将交足度者败 今少度议 秦兵日议 臣卫军卫之 两不听 乃使送义于齐 道遇其实者高陵军贤 曰 宫将建五信军呼 约 燃 一约 沉沦 五信军军必败 宫徐行则免 急行则急获 秦国西起兵 一张寒 夜贤眉基础 大破之定逃 两死 佩宫与宇去外皇 宫沉流 沉流坚守不下 佩宫与湘宇谋曰 今梁君败 士族孔 乃与吕臣 聚引兵而东 吕臣君彭长东 与君彭长西 佩宫君荡 张寒已破梁军 则已为储帝兵不足忧 乃渡河北基赵 大破之 当此之时 赵兮为王 陈渝为将 张尔为相 走入巨鹿城 秦将王黎射箭为巨鹿 张寒君其难 祝永道 而书之素 陈渝将族数万人 均聚陆北 所谓河北军也 宋义所遇其实者 高陵君贤 见楚怀王曰 宋义论五信君必败 数日果败 军未战 先见败征 可谓知兵已 王兆宋义 与济士而阅之 因已为上将军 予为鲁公 为次将 范增为末将 诸别将皆属 好清子冠军 北旧赵 至安阳 留不尽 秦三年 与魏宋义约 仅秦军为巨鹿 及引兵渡河 处击其外 照应其内 破秦军避意 宋义约 不然 伏伯牛之盟 不可以破诗 今秦宫诏 战胜则兵匹 我长其弊 不胜则我引兵 鼓行而兮 必举秦矣 鼓不如仙道秦诏 伏击清锐 我不如宫 坐运朝策 宫不如我 引下令军中约 猛如虎 狠如羊 贪如狼 强不可令者 皆斩 遣其子乡 向其 身诵之无言 饮酒高会 天寒大雨 士族动机 欲曰 将陆立而攻勤 久留步行 仅遂积民品 足时半日输 均无限量 乃饮酒高会 不饮兵 渡河 因赵时 与并立积勤 乃月 承其弊 扶以秦之墙 攻心造之赵 其事必举赵 赵举秦墙 何必之成 且国兵心破 王坐不安息 扫境内而主将军 国家安危 在此一举 今不许士族 而逊思 匪设计之臣也 与臣朝上将军 宋义 及其帐中 斩一头 出令军中曰 宋义与其谋 反楚 楚王因令及诸之 诸将折服 莫敢知无 接约 首立处者将军家业 谨将军诸乱 乃乡与共立羽 为假上将军 使人追宋义子 及之其杀之 使还楚报命于王 王因实使立羽 为上将军 与以沙青子冠军 威震楚国 明文诸侯 乃遣当阳军 蒲江军 将足二万人渡河 旧巨鹿 占少力 陈于赴请兵 于乃西引兵渡河 以渡 秦陈船 破府赴赠 烧炉舍 持三日粮 适事必死 无还心 于是志则为王黎 与秦军狱 久战 决永道 大破之 杀苏脚 鲁王黎 射箭不详 自烧杀 当事时 楚兵冠诸侯 诸侯军 九巨鹿者十余弼 莫敢纵兵 即楚姬秦 诸侯 皆从 毕上关 楚战士 无不依当时 呼声动天地 诸侯军 人人 坠恐 于是处以破秦军 与建诸侯将 入园门 西行而前 莫敢仰士 与尤士 视为诸侯上将军 兵接主燕 张寒军极援 与军张南 相持未战 秦军朔阙 二世使人让张寒 张寒恐 使掌使心请示 至咸阳 留司马门三日 赵高不见 有不幸之心 掌使心恐 还走 不敢出故道 赵高国使人追之 不急 新智君 报约 是无可为者 向国赵高 专国阻断 今战而胜 搞疾无功 不胜 不免于死 愿将军熟记之 陈渝亦未张寒书曰 白起为秦将 南并阉影 北坑马浮 攻城掠地 不可生计 儿族赐死 蒙田为秦将 北竹荣人 开余中地数千里 静展扬州 何者 公多 秦不能封 因已法诸之 仅将军为秦将 三岁已 所王师已十万数 而诸侯并起 资亦多 逼赵高 夙于日久 仅世级 一孔二世诸之 故欲以法诸将军 以色泽 使人更代 以托其货 将军居外久 多内戏 有功一诸 无功一诸 且天之王秦 无余智皆知之 仅将军 内不能执剑 外为王国将 孤立而欲长存 岂不哀响 将军何不还兵 与诸侯为纵 难面娼姑 属与身符 辅致 妻子为陆户 张寒胡怡 因使后 使成 时宇 预约 于未成 于使 蒲将军 引兵杜三户 君张南 于秦战 再破之 于西引兵 积秦军 于水上 大破之 寒时时 见雨 欲曰 欲照 君力谋曰 梁少 欲听其曰 君力皆曰 善 于乃雨盟 还水难 阴虚上 以盟 张寒 见雨 流涕 魏延 赵高 于乃立张寒 为雍王 至军中 使掌使心 为上将 将秦军 行前 汉元年 与将诸侯兵 三十余万 行掠地 至河南 遂西道 新安 一时 诸侯 立足 摇曳 屯树过 秦中 秦中 欲之 多无状 即 秦军 降诸侯 诸侯 立足 常上 奴 奴 使之 清 折辱 秦立足 立足 多切 言 曰 张将军等 诈无蜀 降诸侯 今能入关破秦 大善 即不能 诸侯 鲁无蜀而东 秦幼 进诸吾 父母 妻子 诸将 威闻其技 已告语 于乃照 英部 蒲将军 纪约 秦立足 上众 其心不符 至官不听 事必威 不如 积之 独语 张寒 掌使心 都为 义 入秦 于是 业机 康 秦军 二十余万人 至 寒谷官 有兵手 不得入 稳 佩公 以图 咸阳 与大怒 使当阳军 机关 与岁入 至 西西 鸿门 闻 佩公 欲望 关中 独有 秦 府库 珍宝 亚赴 泛 赃 亦大怒 劝 与 姬佩公 享 士 但日 何战 与继父 相伯 素善 张良 良 食 从 佩公 相伯 夜 以 御良 良 雨 聚 献 佩公 因 伯 自解 余 余 明日 佩公 从 百余 祭 至 鸿门 谢 雨 自臣 方秦 府库 还君 霸上 以待 大王 闭关 已被 他道 不敢 被得 雨 亦 季解 犯 赃 遇 亥 佩公 乃 张良 凡 快 得 免 欲 再 高 季 后 数日 雨 乃 图 咸 阳 沙 秦 祥 王 紫 英 烧其 公事 或 三月 不灭 收其 宝货 略 妇女 而 东 秦民 失望 于是 寒 生 睡 雨 曰 关 中 祖山 戴河 四塞 之地 肥 饶 可 都 以 罢 遇见 秦 公事 皆 以 烧 残 又 怀 思 东 归 曰 富贵 不归 故乡 如 一锦 夜行 寒 声 曰 人 为 楚人 幕侯 而 惯 果然 宇文 之 展 寒 声 出 怀 怀王 与 诸 将 约 先入 观者 望其地 与 记 被 约 使人 致命 于 怀 王 怀 王 约 如 约 于 乃 约 怀 王者 无 家 五 信 君 所 立 耳 非 有 功 法 何以得专注约 天下出发难 贾力诸侯后已伐秦 燃身披肩直瑞守势 铺路于也三年 灭秦定天下者 皆将向诸君 与吉利也 怀王无功 故当分其地望之 诸将皆曰 善 于乃杨尊怀王为异地 曰 孤之王者 地方千里 必居上游 喜之长沙 都称 乃分天下 以望诸侯 于语泛赃 宜配功 业以讲解 又物被曰 恐诸侯叛之 阴谋曰 巴蜀道贤 秦之千民皆居之 乃曰 巴蜀 巴蜀一关中地 故立配功为汉王 往巴蜀汉中 而三分关中 往秦祥将 以巨色汉道 乃立张涵为雍王 往咸阳以西 掌使司马鲜 掌使司马鲜 顾立阳玉立 常有得于梁 都位董义 本劝张涵祥 顾立心为塞王 往咸阳以东至河 立义为敌王 往上郡 习魏王豹为西魏王 望河东 霞丘宫深阳者 张尔碧陈也 先下河南 迎楚河上 立阳为河南王 赵将司马昂定河内 朔有功 立昂为阴王 望河内 习赵王歇望代 赵相张尔素贤 又从入关 立为常山王 望赵帝 当阳君英部为楚将 常贯君 立部为九江王 婆君吴瑞 率百岳左诸侯 从入关 立瑞为恒山王 异地驻国公敖 降兵鸡南郡 宫多 因立为临江王 习燕王韩广为辽东王 燕将赃土 从楚旧赵 因从入关 立土为燕王 习齐王田府为焦东王 齐将田都 从贡旧赵 入关 立都为齐王 故秦所灭 齐王建孙田安 与方渡河旧赵 安下极北树城 引兵降雨 立安为极北王 田荣者 贝梁不肯住处激秦 已故不得风 臣与气降印去 不从入关 然素闻其贤 有功于赵 闻其在南匹 故因还风之三县 婆君将梅宣功多 故封十万户侯 与自立为西楚霸王 往两楚地九郡 都蓬城 诸侯各旧国 田荣文宇 洗齐王府焦东 而立田都为齐王 大怒 不肯潜伏至焦东 因以齐返 迎基都 都走楚 辅魏宇 乃王之焦东旧国 荣怒 追杀之吉末 自立为齐王 与彭越将军印 令返梁帝 月乃击杀 吉北王田安 田荣遂并望三起之地 使汉王环定三秦 欲闻汉并关中且东 其良叛之 大怒 乃以故无令正昌 为汉王以聚汉 令萧公较等 及彭越 月拜萧公较等 时 张良迅寒 为相王书曰 汉王失职 欲得关中 如曰吉止 不敢东 又以齐良反书未语 予以此故 无稀意 而北击齐 征兵九江王步 不昌吉不行 使将将将数千人往 二年 于殷十九江王步 杀异地 臣于使张同下月 睡其王荣 曰 向王为天下载 不平 仅尽望故王于丑地 而望群臣诸将善地 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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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王乃北居带 于以为不可 吻大王起兵 且不听不义 愿大王资于兵 使积常山 以赴赵王 请以国为汉币 其王许之 因潜兵王 陈于西三县兵 与其并立积常山 大破之 张尔走归汉 陈于迎故赵王歇 反之赵 赵王因立于为代王 宇至承阳 田荣义将兵会战 荣不胜 走至平原 平原民杀之 与岁北稍移 其成锅饰屋 街坑降祖 戏鲁老弱妇女 训其至北海 所过残灭 其人相聚而叛之 于是田荣地衡 收得王族数万人 反承阳 与阴流 连战未能下 汉王结五诸侯兵 反五十六万人 东伐楚 宇文治 即令诸将击齐 而自已精兵三万人 南从鲁出狐陵 汉王皆已破鹏城 收起货路美人 日至酒高会 于乃从宵 晨积汉军而东 至鹏城 日中 大破汉军 汉军接走 破之谷四水 汉军积南走山 楚右追击至陵壁东 虽水上 汉军阙 为楚所己 多杀 汉族十余万 接入虽水 虽水位之不留 汉王乃与数十纪顿去 欲在高纪 太公屡后 见求汉王 反育储君 储君与归 于长治军中 汉王稍收散足 萧和一发观中族 西翼行阳 斩经所间 拜楚 楚已故不能过行阳而息 汉军行阳 驻永道 去敖仓时 三年 与朔积决汉永道 汉王使法请和 各行阳以西为汉 与欲听之 丽阳侯范增曰 汉亦于耳 今不取 后必毁之 于乃即为行阳 汉王换之 乃与陈平金四万金 以见储君臣 于在陈平传 向于已故 移范增 烧夺之权 范增怒曰 天下事大定义 君王自为之 愿赐海谷归 行位置彭成 居发被死 于是汉将己信 诈为汉王出降 以狂储君 故汉王得与数十计 从西门出 令周科 聪功 卫报 守行阳 汉王 西入关收兵 还出渊赦监 与九江王情部 行收兵 语文之 即隐兵难 汉王兼臂不与战 事实 彭越杜虽 与相声薛公 战下批 杀薛公 于乃东击彭越 汉王亦隐兵 北军城高 于已破走彭越 隐兵西下行阳城 捧周科 杀葱公 鲁汉王信 尽为城高 汉王陶 读与藤公得出 北渡河 至修武 从张尔汉信 楚岁拔城高 汉王得汉信君 刘纽 刘纸 刘纸 使鲁汉 刘甲 渡白马金 入楚地 左彭越 共击破 楚君 燕锅西 烧起鸡具 攻下 梁地 十余城 宇文之 为海春侯 大司马曹 旧约 谨守成高 吉汉 欲挑战 审无语战 勿令 德东 而已 我十五日 必定梁地 父从将军 于是引兵东 四年 雨姬沉流外皇 外皇不下 数日降 雨西令男子 年十五以上 欲成东 欲坑之 外皇令 摄人尔 年十三 网税雨曰 彭越 强劫外皇 外皇孔 故且降 待大王 大王至 又皆坑之 百姓 其有所 归心在 从此以东 梁地 十余城 皆孔 莫肯下矣 以然其言 乃设 外皇当坑者 而东至 虽阳 闻之 皆 争下 汉国 朔条 储君战 储君不出 使人辱之 五六日 大司马怒 渡兵返水 足半渡 汉鸡 大破之 尽得 楚国 金玉 获露 大司马 就 掌使心 解 自井 返水上 就 顾 鸡玉 愿 心 顾 赛王 与信任之 与智 虽阳 闻 旧等 破 则 引兵还 汉君 方为 钟离末 于 行阳 东 与君 智 汉君 未处 进走 贤祖 与义君 广武相守 乃为高祖 至太宫 其上 告汉王曰 今不吉下 吴庞太宫 汉王曰 吴与若 距北面 受命怀王 约为兄弟 吴翁 及辱翁 必欲 庞乃翁 请分我 一杯羹 与怒 欲杀之 相伯曰 天下事 未可知 且为天下者 不顾家 虽杀之无义 但亦怨而 于从之 乃使人 为汉王曰 天下凶凶 土以无两人 愿与王挑战 决此雄 无土 匹天下 父子为也 汉王笑谢曰 无宁斗志 不能斗立 与令壮士 出挑战 汉有善计设 与楼梦 除挑战 三合 楼梦 则射杀之 与大怒 自披甲 持己挑战 楼梦 欲射 与 参目斥之 楼梦 目不能示 手不能发 走环入壁 不敢付出 汉王使 见问之 乃于也 汉王大惊 于是 于与汉王 相与临广武间而语 汉王赎语实罪 于在高际 于怒 扶努涉伤汉王 汉王入城高 使彭月 朔返良地 掘储良时 有韩信破旗 且遇基楚 于使从兄子 相驼为大将 龙居为脾将 旧旗 韩信破杀龙居 追至成阳 鲁齐王广 信遂自立为旗王 语文之 孔 十五舍 网税信 于在信传 十 汉关中兵 一出 十多 与兵十少 汉王使 侯宫税语 于乃与汉王约 中分天下 隔鸿沟而西者为汉 东者为楚 归汉王父母妻子 以曰 于解而东 五年 汉王进兵追语 至顾灵 赴为于所拜 汉王用张良记 致其王信 建成侯彭越兵 及刘甲入楚地 为寿春 大司马周音判处 举九江兵随刘甲 迎情部 与其良诸侯 接大会 与碧该下 君少识尽 汉帅诸侯兵 为之数重 与夜闻汉军四面 皆楚歌 乃经约 汉皆已得楚乎 适合楚人多也 其隐障中 由美人姓于氏 常姓从 骏马鸣追 长骑 乃悲歌慷慨 自为歌诗曰 历拔山兮 弃盖世 时不利兮 追不适 追不适系 可奈何 鱼西鱼西 奈若何 歌述曲 每人贺之 与气下树行 左右接气 莫能仰视 于是与碎上马 麾下记从者 八百余人 夜直愧违 难出池 平明 汉君乃绝之 领济将冠英 以五千计追语 与度回 既能主者 百余人 与至阴灵 迷失道 问亦田府 田府代曰 左 左 乃献大则中 以顾汉追击之 与父引而东 至东城 乃有二十八计 追者数千 与自夺不得脱 为其祭约 无起兵 至今八岁已 神七十余战 所当者破 所击者服 未尝败北 遂罢有天下 然尽足困于此 此天王我 非战之罪也 今日固绝死 愿为诸军快战 必三圣 斩将一骑 乃后死 使诸军 知我非用兵罪 天王我也 于是 隐其祭 因四颓山 而为元阵外相 汉祭为之树重 与为其祭约 吴卫公取彼一将 领四面祭持下 其山东为三处 于是 与大呼持下 汉郡皆披靡 遂杀汉一将 事实 养喜为狼记 追羽 与还赤之 喜人马俱精 必亦树里 与其祭会三处 汉郡不知鱼所居 分君为三 复为之 于乃池 复斩汉一都位 傻数十百人 复聚其祭 王两祭 乃为祭约 何如 祭皆福约 如大王言 于是 与岁隐东 欲渡乌江 乌江亭长 以传带 未宇约 江洞虽小 地方千里 众数十万 一族望也 愿大王 愿大王极度 今独臣有传 汉君志 无以度 于笑月 乃天王我 何度为 且即与江东子弟 八千人度而息 今无一人还 总江东父兄 连而望我 我何面目 见之在 纵笔不言 己读 不愧于心户 为庭长约 吾之共 长者也 吾其瓷马 五岁 所当无敌 长一日千里 吾不忍杀 以赐功 乃令计 皆去马 不持短兵 皆战 与独所杀汉君 数百人 与亦被 十余窗 故见汉 济祭司马 吕马同曰 若非无 故人呼 马同面之 指王毅曰 此相王也 于乃曰 吾文汉 够我头千金 以万户 无畏功德 乃自警 王毅取其头 乱乡柔倒 争与 相杀者数十人 最后 养喜 吕马同 郎中吕圣 养武 各得其一体 故分其地 以封武人 皆为列侯 汉王 乃以 鲁公号 藏语 于古城 诸相知数 皆不诸 封相伯等四人 为列侯 赐姓流氏 赞约 赞约 西甲生之 过秦约 秦孝公 具小汉之故 拥雍周之地 君臣 君臣固守 而窥周氏 有席卷天下 包局雨内 囊括四海 并吞八荒之心 当事时也 商君左之 内力法度 物刚之 修守战之背 外连横 而斗诸侯 于是秦人拱手 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寂末 惠文 武 昭香 蒙固夜 阴以策 南取汉中 西举巴蜀 东哥高于之地 守要害之郡 诸侯恐惧 惠蒙而谋若勤 不爱真气重宝 肥饶之地 以致天下之事 合纵地交 相遇为一 当此之时 岂有梦长 照有平原 除有春身 未有信灵 此四贤者 即明智而忠信 宽厚而爱人 尊贤重事 约纵离衡 兼寒 魏燕 赵 宋魏中山之众 于是六国之事 有宁宽 有宁月徐上 苏秦杜贺之属 魏之谋 其名周醉 陈枕 少华 楼缓 宅景 苏利 月异之徒 通其意 吾起 孙殡 带驼 尼良 王廖 田记 连坡 赵舍之棚 智其兵 常以十倍之地 百万之君 养官而恭秦 秦人开官言敌 九国之师 勤寻而不敢进 秦吾 王氏 遗族之费 而天下一困意 于是纵散约拜 正割地 而露秦 秦有余力 而至其地 追王竹北 浮尸百万 流血飘鲁 因历成变 宰割天下 分裂山河 强国请福 若国入朝 一级孝文庄相王 享国之日前 国家无事 集至始皇 分六世之鱼猎 正长侧而御羽内 吞二周而王诸侯 吕至尊而至六合 直敲扑 以鞭吃天下 威震四海 南取百岳之地 以为桂林相郡 百岳之君 俯首细景 为命下吏 乃使蒙田 北驻长城而首帆离 却匆奴 却匆奴七百余 worthy 一人不敢南下 以若天下之民 然后 见化为成 因何为耻 举一丈之成 临不测之川 以为故 良将敬奴 守要害之处 信臣经足 臣立兵而随和 天下一定 始皇之心 自以为观中之故 今成千里 子孙帝王 万世之业也 始皇继末 余威 赈于书俗 然尘舍 望有神书之子 蒙利之人 千禧之徒也 才能不及中庸 非有 众尼莫敌之志 陶诸一顿之父 涅族航武之间 而浮起千墨之中 率皮散之足 将数百之众 转而攻勤 斩目为兵 揭竿为齐 天下云和响应 迎凉而影从 山东 山东豪郡 遂并起 而王秦足矣 且天下 非小弱也 雍州之地 小汉之故 子弱也 陈舍之位 不齿于 祈楚 燕赵 汉位 宋位 中山之君 除有几秦 不敌于 高几长沙 折树之众 不抗于 九国之师 深谋远律 行军用兵之道 非吉 囊时之事也 然而成败一变 功业相反 何也 是使 山东之国 于陈舍 夺长邪大 逼全良力 不可 同年而予以 然 秦以区区之地 致万圣之权 朝八州 而朝同列 百佑余年 然后以六合为家 小寒为公 亦复作难 而七妙辉 身死人首 为天下孝者 何也 仁亦不适 而攻守之事 亦也 周商亦有言 顺 顺盖 虫童子 向余又 虫童子 其其描意也 何其兴之报也 福秦师其政 陈舍首难 豪杰风起 相与并争 不可生疏 然雨 非有尺寸 成事拔起龙母之中 三年 三年 岁将五诸侯兵灭秦 分裂天下 而危海内 风立王侯 正有雨出 好为霸王 未虽不忠 禁谷以来 未尝有也 即与被关怀处 放逐异地 而愿王侯叛计 难以 自今功法 奋其私智 而不失谷 使霸王之国 欲以力争 经营天下 五年足亡其国 身死东城 尚不觉悟 不自责过失 乃引天王我 非用兵之罪 岂不谬哉